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风19活跃在消费者的视线中 先推出了一款被受关注的概念车 现在约在车展商量向新车型风行T5 巨大的进步与创新在车让人对东风风行光不相看 这款全新风行T5在外观上就十分时尚 很好地迎合了都市年轻人的审美 外观造型整体上看十分运气 大面积的进气格栅被设计成了大网状的造型 搭配银色度个视条 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让人惊艳 进气格栅与大灯完美融合 毫无通物质感 更显这款车的气质与霸气 从侧面来看 轴距2720毫米 车身线条流畅 侧面用一条凹进去的线条修饰 更显突出了这款车的纤细 整车给人的感觉既流畅又霸气 满满的运动风 内饰方面也做了不祥的改进 大扯作的风光屏凸显了现在的科技感与中文化 并且省略了一部分按钮 使得内饰整体十分简洁 色调的搭配也极为讲究 红色与黑色的完美结合 即使用更全新的设计效果 密实的材质选材用心 能保证驾驶途中的舒适度 作为一款SU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也十分充裕 动力方面也十分强劲 搭载1.6T发动机 自大动力可达240kW 完全能满足日常驾驶需求 可以看出这款全新风型T5在各个方面都挺不错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